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二章存货 存货固定资产、无性资产、投资性房地产 都是基础章节 基础不劳地动山游 所以这些章节的学习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些基础章节学好了 我们后面有很多章节在学习的过程中都是受益的 比如说所得税涉及到一些资产账面价值的确定 那都是与这些章节相关的一些资产相关 当然也会涉及到别的一些章节的资产 你再比如说合并财务报表 如果说我们这些基础章节的内容掌握得很好 合并报表站在整体上 有哪些需要进行抵消 哪些需要进行调整 理解起来就容易了 所以很重要的 这一章 涉及存货确认和计量 考试的题目近三年都是客观题 但是以前曾经在主观题里面 也与这一章节内容相关过 还是比较重要的章节 近三年的考点 可变现净值的计算 20年的单选 18年的单选 确定存货可变现净值应考虑的因素 19年的多选 存货 这一家准备的计算 19年 单选 这是近三年的考点 那当然以前的考点也涉及到别的一些内容 而有的一些题目 也会在讲解的过程中穿插进去 那我们学习这一章应该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个是存货成本的构成 取得存货 哪些应该寄入到存货的成本 哪些不应该寄存货成本 我们要清楚 发出存货的计量 这是一般性的了解 取得存货之后 存货要发出 发出存货成本如何确定 期末存货成本如何确定 存货的期末计量 那从考试来说 这一部分内容是最重要的 基本上我们的客观题 很多情况都是在这一节来处 最后是存货清查盘点的会计复理 也是一般的掌握 那这一章今年的教材 没有时日性的变化 这一章一共是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存货的确认和处始计量 其实对于会计要素 都是要围绕着确认计量 记录报告来进行学习嘛 所以你看每一章 涉及会计要素都会谈如何确认 如何进行计量 第一节谈到的是确认和初始计量 第二节是发出存货的计量 也是计量的问题 第三节是期末存货的计量 当然有的一些资产 可能就是谈取得时计量 或者叫初始计量 以及期末计量 存货我们这里还涉及 发出存货怎么计的问题 而第四节是存货的清查盘点 我们先看第一节 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在这一节里面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存货的性质与确认条件 再一个是存货的初始计量 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存货的性质与确认条件 先看存货概念 就什么是存货 先看我们存货的定义 说市值企业在日常活动中 一定是与日常活动相关 持有已被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 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再产品 在生产过程或提供劳务过程中 耗用的材料物料等 这是它的概念 那从这个概念里面 我们就知道 存货有的是属于材料 有的是再产品 有的是产成品或商品 对于原材料里面 那当然可能涉及主要材料 也会涉及到有一些低制一号品 包装物 那都属于这里面那些内容 再产品 也是还会涉及到 可能有是半成品的问题 如果半成品是说产品加工到一定程度 要入库的 入半成品库 以后再加工时 还要办理出库的手续 最终形成企业的产成品 那别管再产品 半成品都属于这里相当于再产品的内容 那最后要完工之后 会形成企业的产成品 一般谈产成品 往往是要有加工的过程的 比如材料投入到生产车间加工 加工之后最终形成产成品 商品一般往往是 说的是从外边购入 购入之后我们再对外销售 这是要包括的一些内容 你比如说 木材通过加工 加工成板材 这个板材呢 我们假定就可以进行出售了 木材就相当于原材料 那加工过程中 当然在形成板材之前 还会有一些投入的 比如说人工成本等 那最终形成的板材对外出售 相当于产成品 在理解存货概念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个关键点 说最终的目的是出售 如果说最终的目的不是出售的 那就不是存货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感觉是不是存货 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 我看不见你们怎么回答的 但是我也能够想象得到 很多同学说 存货 有可能是 有可能不是 如果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 我们就是对外出售的 没有任何问题 一定是存货 但如果说汽车制造厂生产的汽车 下了装备线 公司把它留下了 供某些部门使用的 那就形成固定资产 所以要特别注意 最终目的是出售的东西 那是存货 我再举一个你们判断 到底是什么 奶牛 产奶的牛 是什么 是存货吗 那这就不是 买的牛产奶 目的是产奶呀 不是把这牛给杀了出售 以前曾经把奶牛 作为固定资产核算过 那是以前 我们现在不是 现在有生产性生物资产 但是假如说 我们买的小牛养大之后 杀了卖肉 这就存货了 最终的目的是出售的 因此要注意这个关键的词 当然也有特别的 比如说低值一号品 它是劳动资料 那这一部分呢 是最终不是出售 劳动资料 当然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固定资产 由于低值一号品 价值低一号 那我们要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基于成本效益原则不合适 我们要考虑重要性这方面的要求 所以也是把它作为存货来进行反应 这是特殊的问题 主要的 那应该是出售 好 接下来我们看提示 第一个为建造固定资产等各项工程而储备的各种材料 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存货 那就要看了 买的工程物资 是用于建造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 那目的不是最终目的是出售 所以你就不能作为存货来进行反应 那我们把它在报表上要放到再建工程里去 原来工程物资在报表上有项目 那现在呢 是把它放到再建工程项目里面去了 你看这就是最终目的不是出售 那第二个下列项目属于企业存货 第一个是企业接受外来原材料加工制造的代制品 和外单位加工修理的代修品 说这一部分完工了入库了 把它视同企业产生品 那毕竟啊 我们在加工过程中 又涉及到可能投入料 当然也会发生人工成本 也会发生后面会谈到制造费用的问题 这是属于存货的内容 我们再看 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入的 用于建造商品房的土地使用权 那就属于企业存货 这什么意思 房地产开发企业 取得的土地 要支付出涨金 那这个土地用于建商品房 卖商品房是带地的 不可以说我房子卖了土地留下 要想由此过留下买入钱 这不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说这部分价值 支付的土地出涨金 是通过卖商品房 才把它得收回了 说经济力是通过这种方式流入的 那就是存货呗 最终目的是出售 但假如说 房地产开发企业 购入的土地是用于建造自己办公大楼的 那就不一样 我们建造办公大楼是自己用的 最终目的不是出售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要把购入的土地作为无形资产来核算 土地这个事情 考试的出题概率非常高 后面的章节还会谈这个问题 现在说存货这一部分 你看关键的出售 那下面一个 已经取得商品所有权 但尚未验收入库的在图物资 东西是我们的了 已经取得它的控制权了 说这所有权都有了 当然对它能够进行控制 还没有验收入库 那也是我们的东西 当然也属于存货的内容 所以这是一项 没有验收入库的 是我们东西也算 再看第四 已经发出但存货的控制权 并未转移给购买方的发出商品 就东西发出去了 控制权还没有转移 在收入那一章会做详细的说明 就是控制权转移的问题 如果控制权没转移 这个东西不能确认收入 也就是说 那你货物本身还是我们的 你不能把这个货物 作为费用劣质取 核算的时候 比如说把它转到 发出商品里去 发出商品还是属于企业的一项存货 东西发出去了 控制权没有转移 那下一个 委托刚刚谈到的 这是发出商品的事 下一个委托加工物资 这里说的是 把自己的物资 比如说材料 委托别人加工 加工之后 我们还要收回来的 那委托加工物资 本身这一块 我们当然对它还是进行控制的 还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 这叫委托加工资 那第六呢 是以支付手续费方式 委托代销商品 我们把商品委托别人代销 受托方 要收取手续费 那东西本身还是我们的 这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 受托方还会反给我们 所以它也是属于存货的内容 接下来呢 一个对于受托代销商品 比如说站在受托方的角度上 别人委托我们代销 会计核算时 收到的货物 要反映到受托代销商品里去 那现在的问题是说 受托代销商品 属不属于存货 站在受托方的角度 是不是 委托方那边是它的存货 受托方其实不是 核算的时候 大家知道一下就够了 比如说 按照这种协议价 反映到受托代销商品 这是借房 代方受托代销商品款 报表在填列时 两者是对冲的 所以最终没有影响到 存货项目的金额 也就是说 受托代销商品 属不属于受托方存货 不是 好我们看下面第二 存货的确认条件 存货是一项资产 在第一章谈资产确认的时候 怎么讲的 与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成本或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那当然我们后面的所有资产 都要和第一章理论部分 保持一致的 因此大家看存货 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才能与确认 一个是与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你要说与它有关经济利益 不能流入企业了 你不要确认它 比如说我们现在 有的放的存货 煤烂变质了 不能用了 卖钱什么都说不到了 你说那我还要把它 在报表上确认资产 那怎么可能呢 经济利益不是很可能流入企业了 那谈经济利益最终要流入企业 最后体现的货币资金 真正的流入 你卖不着钱了 所以如果煤烂变质的 我们会计处理是期末要对的 全额计体的一下准备 不要说我还在报表上作为存货 反映一部分金额 那不行 那第二 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会计要素要想确认 一定得有金额 没有金额你怎么确认 都不能以货币来进行反映 确认什么 那都会这样讲 好 我们看一个多选题 下列各种物资中 应当作为企业存货核算的有 A 房地产开发企业 建造的用于对外出租的商品房 那这个说的是啊 把商品房建完了 明确的对外出租 不是说商品房建完对外出售 出租这种情况 会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后面有一张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其中有一部分 就是说 房地产开发企业 建造的商品房 建好了对外出租 有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就这样做呀 最终还真的受益了 比如说某房地产开发业 这是几年前的事情 建的商品房 百分之七十 对外出售 百分之三十出租 出租了一些年 收回来了 这个房价大涨啊 在卖比以前赚的钱还多多了 这种情况是有的 所以它不是属于存货了 发出商品 商品已经发出去了 但现在还不能确认收入 控制权没有转移 我谈控制权转移啊 就说确认收入 要保证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那控制权没转移 不行 所以发出商品 还是我们自己的 它属于存货的内容 C 低值一号品 就是说价值低的 有的可能是一号的 虽然是劳动资料 你不能把它作为固定资产 作为固定资产管理不合算 直接就作为低值一号品 属于存货的一项内容 核算时叫周转材料第一之一号品 大家有那么个概念就行 第一 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 用于对外出售的商品房 这就没问题了 你对外出售的 这商品房没有问题啊 那肯定属于一项存货 因为最终目的是出售 所以这题目 正确的选项BCD 就这一部分我们主要知道 给定的事项 属不属于企业存货 好我们看第二个大的问题 存货的初始计量 都是谈确认计量 记录报告 那现在说初始计量 存货按照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等到固定资产说 固定资产初始成本计量 都这么说 现在我们要清楚 那你初始成本都包括什么 存货成本包括 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其他成本 如果说存货 我们买来之后 直接对外再卖 那就是咱采购成本 采购过程中所发生的 我们有的存货 购入之后 对它要进行进一步加工 加工成产成品之后 才能对外出售 那就会涉及有加工成本 有加工过程中发生的 那比如说人工成本 还有制造费用 除这个之外 还可能会涉及其他成本 那比如 我们为别人建造的办公大楼 发生的设计费 那设计费 数过有失也比较大 我们应该把它 寄入办公大楼成本中 它不是采购成本 也不是加工过程中发生的 但是这个设计费呢 不是说 我为存货的发生的一些设计东西 都寄入存货成本 像有的情况 这项存货 大批大量生产 不知道生产多少年 那往往直接设计费 寄管理费 是为特定存货发生的 像我刚才谈到的 建造办公大楼 那我发生的明确的是 构成这个办公大楼 本身的一个增量成本 增量成本 就说你建的时候发生 不见它不发生 接下来 简单的说一下 如果说设计有加工过程的情况 怎么去理解存货的成本 这是一个 涉及成本核算的一个流程 比较简单的 我们有必要知道 那首先 生产产品要有量 我们从外边购入的材料 反映到原材料里面 比如说会计上借记原材料 带方 带银行存款等 当然你涉及到 进行税格该抵扣抵扣 有的一些企业 少了 现在用计划成本核算 那计划成本核算是说 材料在入库时反映计划成本 它是按照入库量和单位成本计算 而我们实际付出的对价 跟计划成本不一致 反映到材料成本差异 材料成本差异 如果有余额 那也是属于存货 最终呢 都要把它调整到实际成本 就是你计划成本核算的企业 我们书上也有这段话 最终构成存货成本 必须都是实际成本 那大致有这个概念就行 那接下来材料购入之后 投入到生产车间进行加工 对于产品成本核算的核心账户 叫生产成本 它是按照成本计算对象来设置 我现在不会展开说那么多 当然有的同学 初级快捷学学过这东西 有的是零基础的 可能没有接触 看起来说什么东西 但是你慢慢还要知道这个事 我加工过程中 假如说吧 成本计算对象 我们就按照品种来 生产有ABC三种产品 每一个都算一个成本计算对象 那我要核算每一种产品的成本 到底是多少 什么叫成本啊 构成这个产品的本钱 比如我们现在生产一产品买材料了 那你领用这部分材料 你当然构成本钱啊 会计商借机生产成本 代方代源材料 我们在生产过程中 当然有生产工人的职工薪酬 要把它记住到成本里去 对于生产工人的职工薪酬 借机生产成本 代方代应付职工薪酬 那还有 我们现在是假定说生产三种产品 ABC 都在一个车间 那对于车间主任的职工薪酬 你怎么办呢 你是往A里面记还是B还是F 你说我周一记A产品 周二记B产品 周三记C产品 那这也不是很合适吗 那这一部分发生的时候 就不能说直接记录到 某一个成本计算对象 我这里说假定某 按照品种 不能记录到某一种产品成本中 再比如说 我们生产的三种产品 用的都是同类型的一些机器 那这机器要提折旧 你往成本里记 你到底记哪去 所以这些的都是说 在生产过程中 发生的应该要记录到产品成本 但是 发生时 不好说往哪个里面记 它是叫间接的 那间接成本是把它反映到制造费用 所以制造费用也是构成产品成本的东西 是属于间接的费用 比如说 借机制造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累积折旧 那到月末呢 对制造费用要进行分配 分配 进入到产品成本 比如说用 生产工人工师比例等 分配的标准是什么 要是情况而定 那借方生产成本 代制造费用 那这样呢 我们就会看到生产成本 它反映的是在产品 有余额就是在产品 在产品属于存货 当然 发生的一些料工费 不是说都往成本里寄 我们目前是用的制造成本法 行政管理部门发生的 比如说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 行政管理部门固定资产的提的折旧等 是把它寄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不构成产品成本 我们成本里面涉及到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也把它叫成本项目 管理费用期末转到本年利润 就所有损益类型的期末都会转到本年利润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生产成本 如果说没有完工的 肯定会有余额 那他会有提出数 本年发生的生产成本在界方反应 就本期发生的会在界方反应 等到期末的时候 我们当然比如说期出有多少 本期增加多少 那你要看 有哪些应该完工入库转到库存商品里去 有哪些会构成生产成本的期末余额 就生产成本在完工产品再产品之间分配的问题 你大致知道这个事儿 所以我们看谈存货 有的是材料 你材料有余额是存货 有的是再产品 这是再产品的环境 那有的是完工产品成本 大家看到 说再产品有余额是什么 那就说生产成本有余额是什么 再产品 我们若干年前 注释考试出过 生产成本余额属不属于存货 有的说 哎呦没听说过 就不选了 那一定是存货 它是再产品 还有一年 考试出了这么一个选项 制造费用有余额 属不属于存货 那大家考虑一下 制造费用有余额是存货吗 我知道有的同学可能摇头 有的在那点头 别管摇头点头 挺好 你听课的时候摇摇头 点点头 那是不是感觉现在挺好 对颈椎也有好处 一般的情况下 制造费用没有余额 所以刚才有的同学想 制造费用有什么余额呀 期末都分配 记录到生产成本了 所以它不是存货 它没有余额 不一定 对于季节性生产的 按计划分配率分配的这种情况 制造费用是有余额的 所以大家清楚 制造费用有余额 就属于存货 明确这个事情 那我们下面具体来看 关于存货成本这个事情 先说外购存货的成本 实际上是针对的采购成本这一块 形成资产的本钱 成本嘛 在前面也曾经谈到过 什么叫怎么就理解成本 你说卖菜的 可能会好一点 早上出去了 到批发那部分进楼一些菜 本钱是多少 成本 然后晚上把菜卖出去了 费用是多少 你会看到 这些资产卖完了 形成费用了 所以资产减少会形成费用 那现在外购存货成本 第一个是购买价款 买东西啊 付出的钱 价款本身要构成本钱吗 成本 但是我们现在支付的款项里面 还会涉及有增值税 增值税这一部分 进不进入到成本 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购进货物支付的增值税 要作为基项税额抵抗 但如果是小规模纳税人 购进货物支付的增值税 就进成本 所以购买价款里面 要看它怎么讲 含不含着增值税 不含增值税 价款本身一定要高上成本 涉及有增值税的情况 要看具体的 到底是一般纳税人 还是小规模纳税人 下面是相关税费 就是购入货物 涉及的相关税费 有的会进成本 有的不计 那最典型的相关税费 是进口关税 我们当然要把它 记入到货物的成本中 当进口关税要是 税率很高的话 那就会感觉 这个东西太贵了 比如说高档的进口车 那关税可能都是百分之百 或者更高 那假定说这种进口车 在美国或者日本的市场上 折成人民币 如果是八十万 那到我们这边 可能卖了一百多万 甚至二百万 那里面就涉及关税的问题 那大家都有感觉 中美贸易战 有的一些企业 因为关税的问题 不是提高关税 提高关税的产品成本 加大了 你价格提高了 往外卖的时候 消费者承担不了 所以我们有的一些企业 也受影响 那当然比如说 美国那边 也有些人都感觉到了 原来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 那很多还是依赖 我们中国的商品啊 比如说那小孩的玩具 那美国小孩可爱玩玩具了 人家反正住的地方大 一个小孩给你弄一两间玩具房 那好多都是中国生产的 哎呦 感觉这东西就贵了 就是你要知道 进口关税是进成本的 别管我们得到的货物 是作为存货核算 还是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那都是要进成本的 但是对于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 购进货物支付增值税进成本 一般纳税人的 就不进成本了 去进行抵扣 增值税实际上是一个 价外税 是一种代收代付性质 这个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 我们买进来的货物是100 价款本身 说增值税是13 这一共呢是113 就你付钱付113 如果把东西卖出去了 价款本身是200 我们从别人收款 收的增值税 这一部分还有一个26 说税率是13%的情况 我们如何来进行核算 比如说 购进货物时 从供应单位那边 你付钱付了113 真正的100 是构成货物的成本 我们要把那个13 反映到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会在他借房来进行反映 这里面呢有13会在借房 当把货物卖给别人 从客户那边收钱 也是价税合计 价款本身要是200 那客户应该给我们的数呢 是226 所以有一个增值税 肖像税额 在贷放有26 多的这部分钱 交上去 给税务机关交13 所以相当于买东西增值税 买时我付给别人13 卖东西的时候 从客户那边收到26 是不是多收13啊 交上去 就峰值嘛 峰值不能交上去 是代收代付性质 知道这个事情 当然我们在15之中呢 往往都是发票上在拆 比如这个东西是200 200除以1加13% 形成价款 那剩下那一部分 就是增值费 那基本都是这样的 因此大家也清楚 如果说增值费税率 要是高的话 那实际上转价都是最终消费者 就感觉不是很好 那我们原来是什么 17%啊 税率啊 就一般的商品 后来16%啊 后来又降成13%啊 那当然对于企业来讲是很好的 因为毕竟东西 你比如说到旅店 到饭店去住宿 开的发票里面 哦 你会问吗 你这个一间房 每天多少钱 哪些是增值费多少 这个房价本是多少 没有这样的 告诉380 那你又想380 然后380他再算呗 就是除以1加3% 然后形成房价 另外一个是增值费 这是关于增值费的事情 就是没有特别说明 也不要想成减易计税 就是一般大税人有减易计税 那也是相当紧成本的 没有特别说明 一般大税人购进货物支付的增值税 反映到应交税非应交增值税的 进行税额里面去再介绍 接下来其他相关的费用 如果说与这项外购存货相关的增量成本 那你就应该寄进去 也就是说你取的这项存货就发生 不取的就不发生 我们就应该往前寄 你看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 那你要寄呀 没有采购的货物 哪有运输费呀 这就是增量成本吗 我们要寄进去 装卸费 没采购货 装什么卸什么呀 保险 没有采购货物上什么保险呢 这不都是与他直接相关的吗 增量成本 包装 没有采购包装什么 再比如说采购过程中仓储 就是货物在运输运到一个地方 我要对他进行仓储 然后等着接着再运 那也是啊 我这项存货达到目前场所状态的必要支出 所以仓储要寄进去 运输途中的合力损耗 有的一些货物 你在运的过程中是有一些损耗的 你比如说 有挥发的一些这样的货物 那当然会有一定的损耗的问题 合理损耗进成本 这个合理损耗进成本是说 你不要从总成本里面把它抠出来 比如我们当时买进的货物 说一百公斤 然后整个的价款假定说是一百万 那就是一百公斤一百万 现在假如说合理损耗是百分之五 那你最后真正的入库时是九十五公斤 那我们成本还是一百万 总成本 那单位成本变了 你不要从一百万里把它扣出去 本身就自然就进来了 这叫合理损耗 不是合理损耗不行 你想损耗百分之二十 你要查原因去 那要从总成本里面把它给扣出去 这是叫合理损耗 不要从总成本里把它扣出去 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 有的货物要进行挑选整理 如果没有这个环节 直接投入生产车间 就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废品 所以这个挑选整理也是非常必要 构成存货的成本 这是外购 商品流通企业采购商品过程中发生的 这些采购费用 我们要进入所购商品的成本里面去 要进入所购商品成本 若干年前曾经采购费用全计当期损 这其实不合适 那进成本才是对的 比如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站在北京这一块 假定说采购的某种商品 要是价款 假定是一百万 比如在北京这边 站在北京角度 我们采购的如果价款 从说天津吧 天津离北京近一百万 那接下来说运费 那假定说是有一万 就运过来 我们现在说站在北京的脚步 另外的货物 如果说这边是 九十八 在海南 然后呢运费 假定说十万 那现在的问题说 要从他采购呢 核算呢 如果说采购的一些费用 你要没有把它 记住到取得货物成本中 那感觉海南便宜 你看九十八 天津这还一百 这不就形成了错误的决策吗 比起来采购费用 是取得这项资产 发生的增量成本的 所以我们要进城门里去 进城门里会发现 一百加一一百零一 而这边九十八加十一百零八 那我们当然 要从天津来进行采购了 因此就是说 商品流通企业 采购商品过程中 发生的采购费用 你要进城门的 他就知道这个事情 当然说 如果数额很小 发生是直接级销售费用 这是一种简化的做法 比如我可以基于重要性 进的货物啊 没发生多少费用 然后进的货物 种类又很多 你要把它都分摊到每一个项目上去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必要 那你可以直接寄销售费 但是原则上 应该往成本里面寄 好我们下面看 一个单选题 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0年9月购入一批原材料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是100万 增值税税额13万 款项已经支付 另一银行存款支付 装卸费0.6万 不考虑增值税 这一门不考虑 入股时发生挑选整理费 0.4万 运输途中发生合力损耗 0.2万 那不考虑其他因素 不该批原材料的入上成本 我们首先看 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那你要清楚 如果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话 没有特别说明 支付的增值税 都是作为进项税额抵扣 不能进成本 那现在看 入账成本价款没问题 100要计 那这个就增值税不行 小规模纳税人就计将 银行存款支付装卸费0.6 为取得这项存货 发生增量成本要计 入股前的挑选整理费用也要计 运输途中发生合力 损耗0.2万 你可不要再想 要这一部分我再把它寄进来 也不用寄 是总的里面东西 不要抠出去 因此 100加0.6加0.4等101 B就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下面看第二个 加工取得存货的成本 有的货物需要经过加工 加工成产成品才能对外出售 加工成本包括有直接扔工 就生产工人的职工薪酬 要直接扔工 这部分职工薪酬发生的时候 可以直接寄入到成本计算对象里去 比如寄到某一种产品成本中 以及按一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 我在前面也大致说过这个问题 得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分配 构成产品成本 那谈产品成本 包括有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还有制造费用 所以制造费用 它并不属于期间费用 你到利润表里会看到有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那是期间费用 制造费用不是 前面也说过 如果制造费用有余额 那是属于存货 那当然要是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 就没制造费用了 都是直接的 间接的是说 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分配记住的 到各种产品成本里面去 那这些才属于间接的成本 制造费用大致在看看 适时企业 为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工 而发生的各项间接费用 说包括企业生产部门 如生产车间 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 折旧费 什么车间发生办公费 水电费 机物料消耗 劳动保护费等等 当然我们也是要注意 比如说 要是有的一些水电 能够明确某一个成本 计算对象承担的 那它也是直接的 有这种情况 所以就燃料和动力 有的生产产品能够明确的 如果这个电表 我直接能寄到 生产那个产品成本中 那算直接 也不是制造费用 再有关于折旧费 没有特别说明 生产车间使用固定资产 提的折旧费 就把它寄入到产品成本里面的 制造费用 但也不是绝对的 那什么样的情况 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我下面说一个 大家看 对于这种固定资产折旧 如何进行处理 怎么做合适 比如 一个生产车间 现在有假设备 这是假设备 它的自动化程度高 价值高 然后再有一个是已设备 它的自动化程度低 价值低 现在用假设备 生产的是A产品 用已设备 生产的是B产品 就明确了 我现在问题是 你说哪一种产品 承担的折旧费应该高 如果零基础的同学 很容易就清楚 那当然是A了 因为假设备生产A 它自动化程度高 价值高 它价值高 你的价值低 那B产品 承担折旧费低 但如果说 把设备提的折旧 都寄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期末 假如按生产工人工资 比例去分配 你就会发现 出事了 假设备自动化程度高 生产工人工资少 你的自动化程度低 生产工人工资多 一分正好分反了 所以是提醒大家 对于制造费用分配的时候 你这个分配标准的选择 也要注意 如果标准没选好 弄反了 最终像领导一说 领导说怎么回事 我怎么感觉成本应该低的 你怎么弄那么高 你说什么呀 你说你看这种方法 在这说 你别把领导弃入院了 麻烦 所以现在也是 要加强管理会计 制造费用分配 不是说就是一个标准 只是跟大家提示一下 那第二 某些存货 还包括是存货 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 所发生的其他成本 这个问题在开始也谈过这件事情 比如说可直接认定的产品 设计费用 不谈吗 你为别人建造什么办公大楼图书馆 或者什么建议院 发生的设计费用设计成本 记进去 那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是存货的确认 初始计量 给定的一些事项 能够判断属不属于存货 初始计量就说 哪些应该记录到存货成本 哪些不应该记录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